我前几天就在淘宝买了几件Planty 我觉得Planty这个话题啊都是蛮多人想要懂的 根据应人而异的有一些人就喜欢比较厚的 有一些人喜欢比较薄的 比较合身的比较oversize的 就看你喜欢怎样的 但是你现在正在收看我的频道 所以我介绍的一定是我自己最喜欢的版本 咕咕 我身为一个胖子呢 我真的是很难买到适合的这个Planty啊 很多时候讲真的 Even though like Uniqlo的Planty 我以前有买过就是他们的那个U系列的吧 但是我洗了几次就缩水很严重的那种 所以我就没有再买他的那个Planty了 而且另外一点啊 也就是他们的Planty的XL啊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穿上去也是刚刚好而已 所以我没有那么喜欢 然后他们的那个Double XL 好像就只有web exclusive的那一种 所以我也没有特地去买啦 而且另外一点我觉得 Uniqlo的这些Planty啊 很多人都在穿 很多时候 you know even though it's Planty but我就不大喜欢就是跟别人穿一样的Planty 所以我在网上就买了这个ProClub的这个Planty ProClub呢是来自美国的这个牌子嘛 So I'll show you guys how it looks like right Super Plane Yep Planty 他的这个白色的Planty呢 是有稍微的比较偏蓝一点 他的那个白色啊不是那种米白的白 我们就看一下他的这个label right 100% cotton Assembled in Mexico Mexico制造 然后fabric made in USA 为什么我会选择这一件Planty呢 因为这个ProClub的Planty 很简单 就是它够hip hop啦 它够西哈 那我怎样知道这个牌子呢 其实就是之前我很喜欢的这个brand FTP 我就有看到他的那个主理人呢 他有post过几次这个ProClub的Planty 然后甚至他们FTP 也是有和ProClub联名过的 然后我就觉得说 诶 那这件Planty有什么特别的嘛 然后我就上网看了一下 发现到原来他最特别的一点啊 就是他的这个领口是 非常非常窄小的 大家可以看得到 他的这个领口啊 真的是 不是夸张的小 是 Super小 Right So 其实我自己穿上去的时候 他的这个领枝就 有一点稍微的紧 就是我的这个脖子啊 我的neck啊 也是很胖的嘛 所以穿上去的时候 讲真的是有一点点的紧 那为什么他会做的那么紧呢 我想应该就是 It's meant for over size 就是那种比较 瘦小的人啊 Even though 他们本来是M size 或者是L size的那种 但是他们都会买XL Double XL来穿的 So I like the look of it I like how it fits So That's what made me Buy Right 有一点后悔啦 就是因为我买的这个XL 我穿上去就真的是 刚刚好而已 一点都不over size的感觉 I made a mistake but my friend 我的朋友 阿T哥呢 他就买了Double XL 他做了正确的选择 他穿上这个Double XL的时候 也是刚刚好的 然后我穿上去 我觉得 才是最适合我的这个尺寸 for double XL 我等下会把他的这个Pit to Pit 那些啊给量一下 然后放在这个Video 你可以自己参考一下 如果你的 就是你的胸宽是几大的 你大概大概可以买的Size 是什么 然后另外一点 我还蛮喜欢 Pro Club Plenty的 他们的这个布纸啊 是比较属于 粗面的 比较粗糙的那一种布料 然后他就真的是很像那种workwear workwear就是要比较 就是做粗工啊 要常常穿的那种 所以他的布料是会比较粗的 If you don't like like fabric that is a bit you know Rough 比较粗的那 可能你就不适合这个 Plenty了 我也会把我在这个淘宝购买的连接 放在这个Description Box 所以你们大家有需要的 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我上他们的官网 看了一下 他的这个Retail Price 应该是6块多美金吧 然后换去马币的话 就应该是差不多是 30块啊 还是35块马币的 然后我在淘宝这里买 然后寄过来 我买了4件 呃 一件是差不多要50 诶 喂喂喂 一件是差不多 多少钱啊 Ati 哦 Ati跟我讲 这个T-shirt 一件是53块半马币 呃 就是运到来 我们马来西亚这边的时候 So I think it's a fair price you know for this kind of quality So let's see how it looks like on me 是不是Double XL的我穿上去比较适合呢 一点我也是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在淘宝上买的时候呢 记得要看一下他们的这个客户的review啊 因为我有看到有一些人买到 呃 这个Pro Cup的Plenty呢 到他们那边的时候居然是 Gilden的这个Plenty 所以 呃 最好大家买的时候是要小心一点啦 alright 还有顺便补充 刚才忘记讲 他的这个领子呢 是有一寸 高的领子 So this is a really good point as well for me liking this Plenty 一寸高的领子 That's what's up OK 我看呢 嗯 sh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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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hhh shhhh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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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